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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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都能做 圣诞老人把我的礼物给你了 不是的 标签上写着给小杨苏西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圣诞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的最后一批圣诞礼物也送出去了 我的麻袋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呢 圣诞老人怎么会忘了你了 我没有做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呀 圣诞老人 你好啊 他是从我家烟囱进来的 当然是这样的奶奶 这是给你的礼物佩琪 对不起有点晚了 我的娃娃 谢谢你圣诞老人 你要来点圣诞布丁吗 这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我们还对着他许愿了 很好吃 我当时许的愿望就是在圣诞节那天 能见到圣诞老人 你真的出现了 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佩琪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外面的雨下的好大呀 这就说明天就会有泥坑给我们跳了 哦 太好了 你从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 现在是早上 太好了 去掉尼康了 哦 你好啊 鸭太太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哇哦 大雨引发了一场洪水 现在我们的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孤岛 你好啊 尼康 我这就来了 哦 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那我们怎么去买食物呢 那就只好让爸爸一个人游泳去超市了 呃 猪爷爷开着他的船来到了佩琪家 啊哈 你们好啊 今天是个适合杨帆的好日子 呃 是的 我们要开船去超市 你们要带点什么吗 是的 拜托了 可以帮我们买一些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吗 番茄 还有意大利面 鹦鹉玻璃会重复他听到的每一句话 玻璃可以当我们的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啊 哦 谁是聪明的鹦鹉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拜托了 上船来吧 快看 那个地方就是小杨苏西的家了 我们准备要去超市 需要给你们带点什么吗 妈妈 我们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吗 是的 我们需要晚餐吃的食物 买巧克力吧 谢谢 好 巧克力 你好啊 大尼 你好啊 佩奇 我正在给我的爷爷帮忙呢 我们在给大家提供救援呢 今天是个救人的好日子 需要帮你们从超市带点什么吗 呃 也许我需要一份报纸吧 呃 还有漫画 一份报纸 漫画 爷爷 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呀 啊 是潜水艇 大家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啊 我的伙计们 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 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 还有这样的大海 还有天空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 呃 是的 呃 请帮我买奶酪 奶酪 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 你们好 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 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 哈哈 有点好笑对吧 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 你们需要点什么 玻璃有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义务 谁是聪明的义务 哦 糟糕啊 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 幸运的是 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 奶酪来了 谢谢佩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报纸 还有漫画 谢谢你 佩奇 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 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这是你们要的巧克力 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 妈妈 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 睡觉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早上 洪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是泥坑 我想这个泥坑 可能是优势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猪爷爷的电脑 佩奇和乔治来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玩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这个是什么啊 原来是个不咕鸟钟 是的 它会叫不咕不咕 可是它现在坏了 你能不能把它修好呢 爷爷 嗯 把这个钟拿到我的小屋里去吧 这里是猪爷爷的小屋 猪爷爷就在这里修理东西 让我来看看钟的里面 天哪 爷爷 这下你把这个钟彻底弄坏了 哦 我记得我好像有本关于钟表的书 啊 它在这儿呢 钟表工作的原理 猪爷爷终于修好了不咕鸟钟 太好了 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妈妈 爷爷帮我们把不咕鸟钟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旧电脑 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 它没有坏 我有一台新电脑了 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 呃 我 我不确定 我 我 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 哦 一台电脑 它能干什么呀 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 看着 奶奶 A B C D 还有数字 一 二 三 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 然后就把它弄坏了 哈哈 不用担心 你们是弄不坏的 只要你们不要喂它 牛奶或者是饼干 或者是滚动 哈哈哈哈 最棒的一点是 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当你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下一个蛋 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 但是乔治玩得最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起来很有趣 也许我们应该留下这台电脑 你说对不对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 研究一下电脑呢 猪奶奶 是的 我们去打几个数字 还有字母吧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吃午餐 我把旧电脑送给猪爷爷 和猪奶奶了 这是好事 我想知道他们用得怎么样了 你好 我是小猪佩奇 佩奇 我打来是想问一个和电脑有关的问题 是爷爷 他把那台电脑弄坏了 电脑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猪爷爷 上面全是鸡蛋 鸡蛋 鸡蛋 能不能让快乐小金不要再下蛋了 出现故障 先把电脑关掉 然后再把它打开 现在好了吗 故障非常严重 听上去似乎不太好 也许修不好了 我们会过来把它拿回来 奶奶 我们是来把旧电脑拿回去的 哦 猪爷爷把电脑拿去小屋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故障解除 太棒了 我爷爷最擅长的就是修理东西了 修起来很困难吗 一点都不难 我发现我有这本书 电脑工作的原理 所以现在不需要我们把电脑拿走了吗 不用 我还要用它来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呢 打字母和数字吗 不是 我要超过猪奶奶玩的快乐小鸡的记录 我的记录是四千零二十个蛋 哇 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超过它 吹口哨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猪爸爸正在看他的报纸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我正在看报纸呢 你怎么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啊 我在吹口哨呢 吹口哨很好玩 你也来试一下 可我不知道怎么吹 这很简单 把你的嘴唇撅起来 然后吹气 试着把嘴唇撅成一个小圆圈 就像这样 之后你就能吹出个曲调 我想我肯定是嘴巴有点问题 你的嘴没有问题 你只是需要练习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 重要的是需要花时间才能学会 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是弹钢琴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怎么动我的耳朵 猪妈妈正在厨房里制作饼干 你在干什么 佩奇 我在练习吹口哨呀 哦 这样啊 妈妈 你会吹口哨吗 我不知道 我从没试过 这个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行 我能吹 猪妈妈会吹口哨了 你会吹口哨是因为你年纪大 妈妈 谢谢你 佩奇 乔治在卧室里玩着他的玩具火箭 乔治 我在学习吹口哨 吹口哨就是要把嘴巴绝成圆形 然后吹气 别担心 乔治 这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的 这就和动耳朵是一样的 乔治可以动他的耳朵 吹口哨可比这个难 乔治也会吹口哨 怎么了 佩奇 我不会吹口哨 但是其他人都会吹 不要难过 我在做饼干呢 你想要填一下勺子吗 不 谢谢妈妈 请问我可以给小杨苏西打个电话吗 好的 佩奇 你好啊 朱太太 你好 杨太太 请让苏西和佩奇说话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奇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学习吹口哨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呢 听上去好像很难啊 根本一点都不能 你会吹口哨吗 苏西 不会 太好了 我是说很遗憾你不会吹口哨 但也很好 因为我也不会吹 到底什么是吹口哨啊 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 然后吹气 像这样吗 在吗 佩奇 饼干烤好了 太好了 有饼干 还很烫哦 你应该先吹一吹 你不想吃点饼干吗 佩奇 不用了 谢谢你妈妈 我现在就想自己一个人 到外面去走一会儿 你会吹口哨了吗 我还不会吹 爸爸 我永远也学不会吹口哨 永远 那么你练习了吗 当然 很多次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佩奇 来 吃块饼干 小心烫 你应该先吹一下 哦 什么声音啊 听上去好像是口哨的声音 吹的曲调真好听 佩奇学会怎么吹口哨了 我会吹口哨了 做淘气 佩奇和乔治在斑马苏仪家里面玩 祖祖和莎莎在用彩泥捏一个丛林 乔治用彩泥捏了一只恐龙 佩奇和苏仪在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 你好啊 猴子先生 你想不想要来喝一杯茶呢 哦 哦 猴子说 好的 你知道暗号是什么吗 猴子先生 哦 哦 哦 暗号就是请 哦 可是我们还没有茶具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那些彩泥来捏一套茶具啊 没错 乔治 可以把你们的彩泥借给我们用吗 不行 祖祖 莎莎 我们需要用彩泥给我们的茶幻会制作一套茶具 不行 那你们可以帮我们做一套吗 那么我就来做一个茶壶 那么我们就来做茶杯 好了 现在猴子先生可以喝茶了 哦 这个茶壶实在是太软了 真正的茶具不应该是软软的 我的妈妈可以做一套真的茶具 因为她很会做淘气 哦 妈妈 你能帮我们做一套茶具吗 拜托了 有几个茶杯 还有一个茶壶 然后我们能往里面装水的那种 好的 跟我来 这里就是斑马妈妈做淘气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套茶具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粘土 所有的淘气都是用这个做的 可这也是软的 就跟彩泥一样 我们要用软的粘土来捏出形状 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变硬了 哦 斑马妈妈在陶翼转盘上面做出了一个茶杯 好了 一个茶杯 哇 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啊 你想来试一下吗 是的 我想试试 粘土摸上去粘乎乎的 全部都弄疼了 怎么办 在陶翼转盘上做一个茶杯 一点也不容易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茶杯 首先我们要把粘土搓成长条形状的 就像这样 像一条扭来扭去的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粘土做的 我今天要做什么 一条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接下来我们把粘土像这样叠起来 可是这样不就不平准了吗 接着我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平 然后再加上个手吧 这是一个茶杯 现在我们有两个茶杯了 没错 可一套茶具 光有两个茶杯可不够 我们都来做茶杯吧 好的 恐龙 乔治他自己做了一只恐龙 乔治总是这样 他就只会做恐龙 哦 真是一只可怕的恐龙 现在我们需要把茶具放到炉窑里烘干 炉窑就好像是一个烤箱 它会烘干粘土 让粘土变硬 现在茶具应该干了 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来上色 孩子们给茶具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现在茶具做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茶花会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茶杯了 哦 我们忘记做一个茶壶了怎么办 我有办法 乔治做的这个恐龙就可以用来当茶壶用啊 没错 那我们给它装上水吧 这个是世界上最棒最好的茶具组合了 所有人都知道 有恐龙的那套茶具才是最好的茶具 茶壶 哈哈哈 纸飞机 猪爸爸正在为上班做准备 好了 我要的文件都带齐了 再见 再见 爸爸 妈妈 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吗 可以啊 你们想做什么 恐龙 哦 真是的 乔治 不管是什么事情 你就只会说恐龙这个词 我们就来坐一架飞机 乔治非常喜欢飞机 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一架能飞的飞机啊 妈妈 当然 只需要用一些纸就能做了 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纸 工作室里有很多已经用过的纸 妈妈 纸来了 非常好 猪妈妈现在准备给大家折一个纸飞机 把纸像这样对折 再将一端的两个角折起来 接着再折一下 做成一个尖尖的角 然后把两边像这样折起来 是纸做的飞机 哦 来看看飞机能不能飞 准备好预备 飞 哦 竹妈妈的纸飞机降落到了一棵树的上面 轮到我了 呜 佩奇的纸飞机在一个花盆里着陆了 轮到你了 乔治 哦 乔治的纸飞机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降落到了鸭子的池塘里 哈哈 我们来折一个大大的飞机吧 那么我们需要一张很大很大的纸 这里有一张很大很大的蓝色的纸 佩奇和乔治做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纸飞机 爸爸 你们大家好啊 你不是在上班吗 没错 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爸爸 你看我们正在这纸飞机呢 我们做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 哇哦 真是太棒了 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来帮助它起飞 准备好 预备 飞吧 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飞得非常高 非常远 飞机一直在飞呢 再见了 飞机 哈哈 再见 好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这个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 是的 这是其中一张 那么再来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呀 爸爸 没错 谢谢你 佩奇 我们为什么要来鸭子的池塘呢 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了 鸭太太 现在我还缺最后一份文件了 是一张很大的蓝色的纸 嗯 是大大的 而且是蓝色 是不是像那个被你飞得远远的纸飞机呢 爸爸 哦 嗯 我们还对着他说再见的那个 是的 也许我应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这里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你好 猪爸爸 你找到那些文件了吗 我只找到一部分 我们最需要的是那张大的蓝色图纸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了 他被爸爸扔掉了 他被扔掉了吗 他飞呀 飞呀 飞得很远很远 哦 在这儿呢 他刚刚落到我的桌子上了 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把这张蓝色的图纸折成纸飞机飞过来给我们 哦 没错 是的 你肯定不知道我可是一个扔东西的专家呢 谢谢你 猪爸爸 现在蓝色图纸已经送达了 接下来的时间猪爸爸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啊 真是不错 爸爸 把你的报纸给我们好吗 用来干什么 我们想用你的报纸来折纸飞机 哈哈哈 好好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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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黑奇和她的家人要去拜访她的团姐 克洛伊 我最喜欢和团姐 克洛伊一起玩儿了 facile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克洛伊 克洛伊 哦 克洛伊 你们好啊 这是我的朋友们 松鼠西蒙 还有小熊贝琳达 你们可以叫我西 这是西蒙的简称 你们可以叫我贝 这个是贝琳达的简称 我是佩琪 我们就叫你佩 哦 还有这位 她叫乔治 那我们就叫你乔 哦 你都没有跟我们提过 你还有小孩子亲戚科洛伊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子呢 可你们两个年纪很小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乔治才是小孩子 我们还是一起玩游戏吧 太好了 那么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玩 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玩是或不是的游戏吧 是或不是 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你刚刚说了是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又赢了 佩琪非常擅长玩 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 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 叫杀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他 这个挺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当你找到它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杀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一 二 三 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我找到你们了 现在 克罗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杀丁鱼 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是不要再跑来跑去了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吧 放松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闲坐着 然后一起聊聊天 我喜欢聊天 什么都能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音乐吧 我非常喜欢蓝调音乐 我最喜欢的是红调音乐 我喜欢的是绿调音乐 我们都不喜欢儿童听的音乐 不不不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最喜欢这个 这可是大人的音乐哦 脑袋肩膀膝盖 페尺 聋态脚膝盖 我们要玩游戏哦 我们很喜欢跟佩奇和乔治一起玩游戏 太棒了 你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快乐地玩游戏 即使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太阳 大海和雪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小宝贝们 明天我们要一起坐巴士到海边去 我们可以在海滩上蹲沙堡了 我想要去游泳 我也是 天气预报说了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晚安 佩奇 晚安 乔治 哦 开始下雪了 现在是早上 太棒了 是个大晴天 哦 是雪 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雪 下雪了 妈妈 下雪了 爸爸 下雪了 下雪了 啊 什么 我们还是会去海边的 对不对啊 爸爸 这个 我们先看看外面积了多少雪吧 哦 爸爸到哪里去了 哦 这是个会走路的雪人 我睡得好冷 是个会走路会讲话的雪人 哦 原来雪人是爸爸呀 可怜的猪爸爸让我们来帮你吧 猪妈妈 佩奇还有乔治 用毛巾擦猪爸爸的身体 好让他暖和起来 现在好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去海边了吧 可外面的雪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的巴士可能不会开了 兔小姐的巴士开到了佩奇家门口 哦 我的天哪 这么多雪 你是怎么开过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大雪铲啊 雪铲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奇 佩奇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哦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得愉快 We're all going on the seaside holiday Tri-crossing swimming and the sunny skies We're all going on the seaside holiday Sea and sand and ice wind too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 海水看起来很冷 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 你还是可以游泳的 海水还没有结成冰呢 来吧 姑娘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呃 我不能游泳 因为我的脚踝扭到了 我好像突然有点咳嗽了 那么猪妈妈来吧 海水很舒服的 你真的确定它很舒服吗 那当然了 今天的海水实在是棒极了 那么好吧 猪妈妈要去游泳了 哦 海水冷不冷 妈妈 是有那么一点冷 刚下水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冷 你要不停地动 动一动就暖和了 好吧 那我就动一动 猪妈妈马上从水里跑上了岸 我们帮你擦干吧 佩奇 乔治 还有猪爸爸 用毛巾帮猪妈妈擦身体 好帮它暖和起来 哦 舒服多了 你想不想去游泳 猪爸爸 今天就算了吧 有谁要冰淇淋吗 不要 不要 大家都喜欢在海边吃冰淇淋 爸爸 我想要在这里堆一个沙堡 可是现在沙滩都已经被雪盖住了 但是我们可以堆一个雪堡啊 首先 我们给桶里装满雪 我们再把桶像这样倒过来 然后轻轻拍一拍 接着迅速地拿起桶 一个雪堡就完成了 雪堡完成了 我非常喜欢海边 我还非常喜欢雪 我非常喜欢海边 也很喜欢雪 狐狸 狐雷迪 佩奇和朋友们在小兔瑞贝卡的家里玩 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那我们来藏 然后佩奇来找我们吧 没问题 大家要在佩奇数到十之前 找地方藏好 丹妮和坎迪藏到了小树的树枝后面 苏伊 佩德罗和瑞贝卡藏到了栅栏后面 苏伊西和艾米莉藏到了灌木丛中 九 十 藏好了吗 我要来找咯 我知道你们藏在哪里 佩奇一个人都没找到 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回事啊 狐狸弗雷迪也来玩了 你好 弗雷迪 你好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们正在玩捉迷藏 可是我一个人也没找到 你需要我帮你一起找吗 你可以试一下 但你可能也找不到的 那你就等着瞧吧 找到你们了 你好 弗雷迪 哈哈 你们在这 在这 弗雷迪把大家都找出来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擅长闻气味啊 闻气味和捉迷藏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闻出你们的气味 就能找到你们了 很简单 我身上不臭啊 我昨天晚上明明洗过澡的 我知道啊 你身上的确很香 哦 我就算闭上我的眼睛 也能准确找到你们 快试试看 闭上你的眼睛 把苏西找出来吧 太简单了 快点藏起来 苏西 一 二 三 苏西在找可以让他躲藏的地方 六 七 八 九 十 你藏好了吗 我要来找你啦 这次弗雷迪闭上眼睛在找苏西 他闻着小羊苏西走过的路 树的附近 端木从后面 然后再回到山坡 找到你啦 哦 这多亏了我 灵灵的鼻子 这可是个超级鼻子 是的 你说的没错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味吗 哦 是的 每件东西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你闻起来有股花朵和惠灵顿雨虚的气味 那我身上的气味呢 你闻起来有股石草地和饼干的味道 那么我的气味呢 姜椒还有果酱 那我的气味呢 牛奶还有鱼条的味道 那么我的气味呢 佩德罗 你闻起来有股牙膏的味道 哦 你最喜欢的气味是什么呢 鸡蛋 你闻过的最难闻的气味是什么 是蓝纹奶酪 臭臭的 现在快到晚餐时间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闻到了胡萝卜汤的味道 我也闻到了胡萝卜汤的味道 我也是 晚餐好了 快进来喝胡萝卜汤吧 大家都在享用兔妈妈做的胡萝卜汤 这汤实在太好喝了 是谁来了呢 狐狸先生来接弗雷迪回家了 我闻到了晚餐的味道 哦 狐狸先生 你好啊 你好 兔妈妈 你好 爸爸 我刚在瑞贝卡家里吃过晚餐了 好孩子 那你能猜到甜点是什么吗 闻起来不错 我猜是草莓果冻吧 你答对了 狐狐狸先生最喜欢闻气味 大家都喜欢闻气味 春天 现在是春天了 猪爷爷办了一个巧克力彩蛋的活动 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 爷爷 狐狸弗雷迪还没有来呢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弗雷迪 你好啊 狐狸先生 你要留下来吗 我也希望留下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寻找彩蛋了 一会儿见 弗雷迪 现在大家准备好寻找彩蛋了吗 好了 爷爷 我的花园里藏了很多巧克力彩蛋 有很多很多 你们要把它们都找出来 太简单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踩到我的植物 哦 在春天的时候 看着这些小幼苗发芽长大 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啊 我们向你保证 肯定会非常小心的 非常好 那么现在快去吧 猪爷爷的寻找巧克力彩蛋的游戏开始 猪爷爷 猪爷爷 你现在有空喝杯茶吗 呵呵呵 当然 他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我的彩蛋 我把它们藏得非常好 这里有个彩蛋 佩奇在一个花盆里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这里也有一个彩蛋 小兔瑞贝卡在灌木丛下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太好了 我也找到一个 大象艾米莉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我好像闻到了一点巧克力的味道 狐狸弗雷迪有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鼻子 找到了 狐狸弗雷迪在一个水盆中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爷爷 爷爷 我们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这真的太有意思了 不过就是有点太简单了 对小孩子来说 这可不简单哪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一个彩蛋也没找到 你们想知道其他的彩蛋在哪儿吗 巧克力彩蛋 啊 埃德蒙 我觉得你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哦 每个人都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猪爷爷 当然是把彩蛋吃掉了 孩子们 你们好啊 奶奶奶奶奶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巧克力彩蛋 彩蛋在哪儿啊 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 他们在我们的肚子里了 还有你们的嘴上 爷爷是不是把彩蛋藏得很好 不是 大孩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 不过小孩子们还需要一点帮助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他们不喜欢当最小的孩子 别担心 花团里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孩子了 是的 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呀 爷爷刚才已经跟我们说过关于小幼苗的事了 奶奶 但我并没有觉得很激动啊 我们说的不是这些小幼苗 佩奇 哦 那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杰米玛 梵妮莎 沙拉和纳维尔吧 他们都是小鸡 没错 母鸡妈妈们还下了蛋呢 我们能吃吗 不行 弗雷迪 这些蛋是用来孵小鸡的 哦 我们来得正好 小鸡宝宝孵出来了 小鸡宝宝 小鸡们都孵出来了 现在真的是春天了 我们一起来伴小鸡宝宝吧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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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little chick singing c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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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pick up food with my b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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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ut fluffy yellow hair and straw for my bed And I jump up and down sing c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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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莓怪木丑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里 今天我要来做一些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太好了 我想请你们这些勇敢的探险家们去摘水果 对 猪奶奶 我们带了装苹果的篮子 还带了用来装黑莓的小水桶 先来完成简单的任务吧 我们来摘苹果 在我们数到三之后 一起来摇数 一 二 三 现在去摘黑莓吧 我们为什么不只做苹果酥皮点心呢 因为黑莓的酥皮点心也很好吃猪爷爷 好吧 现在轮到困难的任务了 看这里 这就是我说的黑莓灌木丛了 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些黑莓灌木丛了 这灌木丛长得太快了 我几年前就该把它处理掉的 爷爷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它呢 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它瞪着我的样子 糊涂的猪爷爷 这只是无害的小灌木丛 而且上面还叠满了可爱的黑莓 乔治看到了一些非常大 而且非常多只的黑莓 小心点 乔治 小心别被树藤缠住了 我带了一根杆子 可以勾到那些长在高处的黑莓 爷爷真是聪明啊 但是最好的黑莓都长在灌木丛的最顶端 所以我要借助梯子帮忙 嗯 你不要爬得太高了 猪妈妈 别担心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就经常会爬到这上面 是的 可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哦 糟糕 猪妈妈从梯子上摔进了黑莓灌木丛里 妈妈 你可以出来吗 不行 我被困住了 你被困在了荆棘丛里 就好像是睡美人那样 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公主 我们称她为睡美人 有一天 她在一片荆棘丛里睡着了 她就这样整整睡了一百年 很好 这个故事真有趣 佩奇 小羊苏西过来了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的妈妈现在在黑莓灌木丛里呢 而且她要在那里单身一百年 就像是睡美人那样 然后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她 王子会给她一个吻 我的妈妈正在进行一场大冒险 真希望我的妈妈也能有一次这样的冒险 有谁能想个办法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别担心 妈妈 在一百年之后 就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你了 我就是那位英俊的王子 祝爷爷把你的熊枝剪借我用一下好吗 没问题 当然可以 勇敢的猪爸爸骑士 大家都往后退 接招吧 你这片带刺的怪物丛 太浪了 亲爱的王子 亲爱的公主 可你应该要在荆棘丛里待上一百年才对啊 我刚才已经待得够久了 谢谢 妈妈现在变成了一棵黑莓树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碰上这样的事呢 站好别动 我们来摘你的黑莓来 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带回去给猪奶奶吧 奶奶 奶奶 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 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 她的样子非常滑稽 她还不停地叫 救命啊 救命 最好是爸爸把她救了出来 故事结束了 谢谢你 佩琪 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腻了 可是这个故事很有趣呀 我想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会再想看见黑莓了 那你想不想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呢 这个嘛 嗯 真好吃 猪妈妈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大家都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孩子们 今天呢 仓鼠兽医要来给我们上课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仓鼠兽医 仓鼠兽医是一位兽医 谁知道兽医是干什么的 兽医是给生病的宠物治病的 说得对 我今天还带来了我的宠物给你们看看 哦 这是一只鹦鹉叫做兵齐 你好啊 兵齐 我能摸一下兵齐吗 可以 但是你要轻一点哦 感觉毛茸茸的 这个是它的羽毛 它们可以帮助它飞翔 飞翔是兵齐平时锻炼的一种方式 谁能够告诉我 兵齐还需要依靠什么来保持健康呢 兵齐需要吃东西 没错 它还需要喝水 说得对 它还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说得非常好 它还需要睡觉 你也说得很好 对不起 林阳夫人 我今天睡过头了 哦 佩德罗 你可真喜欢睡觉啊 是的 林阳夫人 我这里有一个宠物也很爱睡觉 原来是一只乌龟啊 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小土豆 你好 小土豆 知道吗 小土豆已经睡了一整个冬天了 哦 它为什么要背一个壳在背上呢 这个壳就是它的家 当它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 你们想要摸摸它吗 是的 我想 不要害怕哦 小土豆 那么它现在几岁了呢 小土豆已经有31岁了 那它和我妈妈一样大 其实呢 乌龟可以活大概一百年的时间 那就和我爷爷一样老了 为什么它走路那么慢 因为它的背上背着它的房子呀 嗯 仓鼠兽医 我觉得小土豆好像要逃跑 它不会走远的 因为它走得非常的慢 我还有一些别的宠物要给你们看哦 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你总是说恐龙恐龙 哦 还真的是一只恐龙呢 哦 它并不是一只恐龙 它的名字叫露露 是只蜥蜴 你好啊 露露 它有鳞片 就像龙一样 那么它能够喷火吗 不能 但是呢 它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哇哦 那么它也会像小土豆那样 睡一个冬天吗 不会 哦 小土豆去哪儿了 小土豆 哦 糟糕 乌龟小土豆已经逃走了 别担心 藏鼠兽医 我们会找到它的 它会在音乐室里吗 小土豆不在音乐室里 它会在玩具屋里吗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它会不会躲在外套的后面 小土豆也没有躲在外套的后面 我闻到小土豆的气味了 往这边走 狐狸弗雷迪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瞧 小土豆在那里 小土豆爬上了一棵树 我最好找人来帮忙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哦 有火琴 有火琴 这里是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我的小土豆爬到树上去了 你说什么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乌龟爬到树上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爬树 要知道你可是一只乌龟呀 大家后退 小土豆 来吧 小土豆 太棒了 谢谢你了 兔小姐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而我的工作呢 就是照顾这些宠物 冰淇和露露到哪里去了 哦 我不知道 它们都在这里呢 它们平安无事 哈哈哈哈 体育课 今天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去体育馆 我们来检查一下大家是不是都穿了运动服 佩德罗穿了一套超级英雄的衣服 佩德罗 你怎么没穿运动服呢 他在家里呢 我还以为今天是要玩变装的游戏呢 跟我来 孩子们 这是体育馆 爸爸妈妈们会到这里来做些体育锻炼 或是参加娱乐活动 你们在这里开心吗 是的 非常开心 今天由兔爷爷来担任你们的体育老师 他在哪里 你们好啊 孩子们 准备好锻炼身体了吗 准备好啊 兔爷爷 啊 好好好好 难道我们也要这么做吗 不 只有我这样有经验的运动员才能做 像你们这样的小探险家可不行 可我们还不是探险家呢 我会让你们变成探险家的 但是你 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我只是假扮的而已 假扮的吗 那太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热身 所有人一起原地跑步 上下摆动手臂 现在伸展 伸展 像果冻一样扭动 好了 好了 停下 现在我们热身完毕 可以开始了 要开始什么呀 开始你们的冒险 我想要你们所有人把这个房间 当成一片丛林 可这里一点也不像丛林啊 那树在哪里呢 你们要发挥想象力 树木 大雨 还有你们脚下团积的河水 你们的第一项冒险 是在平衡木上行走 然后像这样过河 这太简单了 但这是在晚上 而且还有风 什么呀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 我再进行一项冒险活动 好了吗 可是现在没有风啊 也不是晚上啊 你们需要想象一下 大家都安全地走过了想象出来的小河 太好了啦 干得好 我的小探险家们 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兔爷爷 你们的下一个探险项目就是 当过这个沼泽 这里面到处是鳄鱼哦 不过我 一条鳄鱼都没有看到啊 你需要想象一下呀 要让这些鳄鱼知道 谁是最厉害的 快走开 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鳄鱼 没错 这样就对了 那么你有没有当过满是鳄鱼的沼泽呢 哦 这还用说吗 那么你害怕吗 应该这么说 他们更怕我才对 怕好了吗 别忘了学我的叫声哦 大家都安全地当过了想象出来的鳄鱼沼泽 干得漂亮 我们接下来的冒险是什么呢 这个叫跳马 有经验的运动员能跳过去 就像这样 但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头恐龙 你们要从它的腿下钻过去 那么你 有没有从恐龙的腿下钻过去过呢 兔爷爷 哦 当然 有一次我走在丛林里面 然后我一不小心 就进入了迷失的恐龙世界 你们太棒了 你们所有人都成功地走出了丛林 太好了 啊哼 你们的体育课上得开心吗 孩子们 很开心 凌瑶夫人 他们现在可是真正的小探险家了 我们刚刚度过了河流 我们还挡过了鳄鱼沼泽 我们还从一头恐龙下面钻了过去 我真的非常喜欢兔爷爷给我们上的体育课 现在是学校的游戏时间 佩奇和朋友们在相互追逐嬉戏 好痛啊 你没什么事吧 佩奇 我的膝盖 我的膝盖受伤了 凌瑶夫人 佩奇刚才摔倒了 你的膝盖有些擦伤了 佩奇 凌瑶夫人先清洗了佩奇的伤口 再贴上了一张窗壳贴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好一点了 谢谢你 好了孩子们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小马佩德罗今天没来学校 他是不是又迟到了 不是的苏西 因为佩德罗在医院里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望他 这里就是医院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来看望佩德罗了 孩子们记住了 一定要跟紧我 我可不想你们有谁走丢了 好的 李妖夫人 打扰一下公牛先生 请问去儿童病房应该怎么走呢 下楼梯过两扇门 右左右走过走廊 让上楼梯左手第三件 哦 其实你们也可以坐电梯去 儿童病房到了 佩德罗可能还在睡觉 因为生病的人需要足够的睡眠 你们大家好 你好 佩德罗 你为什么没在睡觉 你看起来不太像生病 我的腿骨折了 然后医生就帮我打了个石膏 哇 石膏能帮助佩德罗的腿恢复得更快 我摔破了我的膝盖 我这里还贴了张窗可贴呢 哇 你们想要画画吗 可以画在我的石膏上 是的 我想 孩子们都想在佩德罗的石膏上面画画 我正在画一个足球 我要画一些花朵 我要画土豆先生 我画胡萝卜 我要在上面画一个泥坑 哇 谢谢你们大家 你也可以在我的窗壳天上画画 好的 我来画一朵小花 谢谢你 佩德罗 佩德罗 住在医院里是什么感觉呢 感觉好极了 这里的护士怎么样 他们还送给我贴纸呢 哇 他们会马上来 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行了 是谁啊 在按铃 可能是佩德罗吧 你怎么了 佩德罗 我们都非常的忙 我就是 感觉有点痒 就算你的腿非常的痒 我们也不能在你的腿康复之前 把你的施膏取下来啊 其实不是我的腿感觉有点痒 而是我的耳朵痒 这样好些了吗 是的 谢谢你 午餐时间到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 佩德罗 我想吃意大利面 还有海绵布丁 谢谢 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 是的 看起来很美味啊 棕熊医生过来看看佩德罗的情况 今天感觉怎么样 佩德罗 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 就是 这儿 嗯 我看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探病时间结束了 再见 佩德罗 大家再见 你要快点好起来 佩德罗 好的 梁夫人 又到了上学的日子 佩奇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 林阳夫人 我的窗壳贴掉下来了 可以再给我贴一张吗 你已经不再需要窗壳贴了 佩奇 你的膝盖已经好了 哦 是的 你们大家好啊 小马佩德罗回来了 哦 你好佩德罗 你的石膏到哪里去了呀 石膏拆掉了 因为我的腿已经康复了 那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呢 跟以前相比 我的腿更结实了 这是条超级结实的腿 那跑步没问题吗 你们看好了 推草贴掉了 哈哈 佩德罗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大家都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